今集我們留在日本多一個禮拜 做多一個日本食材, 因為我要用這些材料 這道菜也不用多介紹, 大家平時吃日本食材一定有的 跟餐都送了, 一個茶碗蒸 我們一起看看怎樣做 跟上一集一樣, 我們先做一個Dashy粉 一包粉, 混合400毫升的熱水 然後攤凍它 這個時候, 預備了一些材料 我們要一個冬菇, 一開四 用水浸一浸 兩隻蝦, 剝殼 有些日式的魚片, 我們要兩塊 還有兩顆銀杏 其實材料, 你喜歡用什麼都可以 有些人會用雞粒, 或者蟹柳 打蛋, 我們要兩隻雞蛋 記得打得均勻一點 再來就是要把蛋液隔一格 這個步驟很重要, 出到蛋液滑不滑 吃足吃飯就看它 現在的Dashy湯涼了 我們就可以倒300毫升入蛋液 拌勻 再加少許調味 分別有1茶匙的萬字醬油 和1茶匙的味淋 拌勻, 我們就可以準備下一個步驟 準備兩隻茶杯仔, 把材料放在底下 然後就可以倒一些蛋漿 不要倒太滿, 倒到四份三滿就可以了 不要倒太滿, 倒到四份三滿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每邊再放多一塊三葉芹在上面 再把兩杯東西放入蒸架 接下來這個步驟也很重要 我們要用一張廚房紙鋪在上面 然後再蓋上蓋 那可以用大火蒸多久呢 我們先用大火蒸兩分鐘 然後轉小火再蒸十二分鐘 二加十二, 出來就很滑 有很多網友都在下面留言問過這個問題 我片頭的地圖是怎樣做的 其實這是iMovie剪片軟件附送的選擇 如果你有iMovie的話 很容易找到和很容易做的 你把地圖扯下來 然後打一些地方名字就完成了 但如果你不想安裝軟件或者沒有機器 也有另一個方法可以玩到這些地圖 網上有一個免費的軟件叫Picture Map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地圖的方法 三歲到八十歲都會使用 首先你要先登記或登記 接著就打你的項目名 一按下地圖就會出了一個世界地圖 而在右邊它有幾個地圖款式的選擇 我這次就用這個WorldHarmony 因為比較容易看 一開波也是一樣的 先打回地名字 我們這個出發地 我們先當作香港 一按Agg 它就彈了三坦東西出來 你就可以選擇它的顏色 還有圖片的顏色 還有圖片的顏色 還有圖片的款式 下面那個就是你的Mode of Transport 即是你會搭什麼交通工具去旅行 有車、飛機、船 你見到 我們搭飛機 那我們這次去哪裡呢 不如去過台灣 好嗎 去台北吃這個豬血糕 以及混合一下台妹 好嗎 同樣地都是打台北的名字 然後它就會彈去台灣那邊 我們設定好顏色 以及那些款式之後 我們就有我們的第一站 香港去台灣 中間那條連線 我們可以攪拌一下顏色 攪拌一下 可以攪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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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會去哪裡 我們就搭車到基隆 然後我們就坐郵輪去日本長崎 再去南韓的釜山 就是這樣 一個地圖 還有一件事可以做的 就是你可以加上照片 你可以去到Pictures 你就可以上載你的照片 我這裡就隨便說一張 Chris Hemsworth 到你滿意了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 Fill animation 它就會做一個預覽模式 給你看一下 到你看完 你可以分享上Facebook 或者Export 然後我會去剪片 用 這個就比較簡單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中學的朋友 都想做一個圖片 去做一下Project 這樣 可以用一下這個 還有其他網站 好像是Animap 或者Google Map 都可以錄到 但那些就比較難一點 去用 做Project的朋友 可以試試用這個 我們煮一下 去吃 蛋蒸了差不多14分鐘 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 看看它怎樣 想看蛋熟味 我們可以用牙籤刺 如果水跑出來是清潔的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已經可以吃了 不過可以在上面再加一塊海膽 平時一碗茶碗蒸 頂到籠收你40元 但是加多一塊海膽 隨時收個Double 又可以交租 雷雷又喜歡 這樣就一石二鳥了 對不對 一個茶碗蒸 就是這樣 可以開波了 看看蛋多滑 真的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